独霸时代终结 美国要以谦卑自信引领世界 美智库提出18条建议 心虚暴露无疑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最近美国在国际场上是屡屡碰壁 一边有俄朝合作威慑 一边有个不审幸的乌克兰叫嚣不断 而另一边更是要面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外交科研等多方位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国是坐不住了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搞了一场 名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力量和目的的演讲 一听这个题目 我们就不难想象 布林肯这得好好卖卖惨 谈谈美国力量了 不过在讲所谓的美国力量 讲美国月亮如何如何圆之前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 布林肯的这个用词新时代 没有错 在讲话中 布林肯难得的承认了这件事情 说是啊 他们已经发现现在正处于一个时代的拐点 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是简单的应对一个时代的考验这件事情 而是要看到这个时代的终结 至于这个终结的到底是什么 布林肯也明确的提到了 那就是后冷战秩序已经终结了 但是他没有摆到明面上说的是 这个已经终结的时代是由美国主导的 或者说是由美国独霸的一个时代 而现在中国正在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了 布林肯这番话可不意味着他们能直面中国的崛起 事实恰恰相反 他说的其实还是那套不知道拿来吵了多少遍的中国威胁论 我们都知道在这帮恨行霸道灌烂的美国人眼里 中国一直是他们没有勇气接受的威胁性的存在 用布林肯的话说 就是中国是他们最重大的长期挑战 不过既然是谈美国外交的力量 那布林肯自然也给出了美国应对这一挑战的力量所在 那就是谦卑和自信 尽管我们听起来十分的滑稽 但是布林肯似乎是真的有这个自信 他煞有介事的表态 正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谦卑和自信 美国才能在这一关键的时期中 凭实力发挥领导作用 但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 谦卑自信这两个字和美国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 更别说靠谦卑和自信来扭转局面 让美国引领世界了 这话说的别说我们不信 恐怕美国人自己都得先打一个问号了 比如美国一个顶级智库就抛出了一个 所谓的放慢中国计划打脸了布林肯 所谓的谦卑自信 具体来看一看 该计划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从各个方面全面出击 采取包括阻止中期在美国上市 限制华尔街对华投资 针对稀土矿等特殊产品 征收关税 停止中美之间大部分科技合作的18条措施 总而言之他们是搞了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放慢中国计划 目的就是在阻止中企发展的同时 尽最大可能帮助美企赚我们的钱 乃至全世界的钱 让美企得到更多的发展 从而让美国在更多高新产业上战胜中国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所谓的放慢中国计划 它真的能行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要对稀土矿等产品 倾销征收选择性关税这条 就完全是不考虑事实的想法 是一种反套路 我们试想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干了 美国企业不但没有办法加速发展 还可能深受其害 众所周知建立起一整条的产业链 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国如果真的这样做 那他们耽误的远比收获的要多得多 所以这所谓的放慢中国18条 不仅和他们所谓的谦卑和自信是毫无关系 反而是暴露了他们的狂妄和心虚 企图通过放慢中国来达到加速美国的效果 但事实已经一再的证明 美国想通过这种手段来打压中国 不仅起不到放慢的效果 反而是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 至于布林肯说什么谦卑和自信 美国凭实力领导世界那还趁早些了吧 要说布林肯真的有哪句话说对了 那就是曾经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 所以的国际秩序确实结束了 美国独霸的时代确实终结了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